带您来关心 巴西季孔弹的风波是持续的延烧 台农弹品因为标示不符 遭到实压署下令要下架巴西的弹品 董事长的图万才呢 他其实就表示说 因为标示不符 他也亲自的录影片道歉 强调说这其实都是他的疏失 但他昨天接受平面媒体专访的时候却说 其实认错影片都是农业部要他讲的 为了要快点平息这个事情 他才会叫媳妇赶快帮他拍影片 再传给农业部 而先前他曾对外说超司是卖鸡蛋的 也是农业部要他帮忙讲几句话 来证明说超司真的是卖鸡蛋的公司 但他却直呼非常的委屈 他只是帮忙讲几句话 没想到又被网友骂是共犯 图万才也透露说 其实农业部给他的这批巴西蛋的时候 他才会是以40.5元向农业部 进口308箱的鸡蛋之后 再以48.5元卖出 虽然有8元的价差 但他需要支付清洗 运送包裁 管销物流等等的费用 几乎是完全没有赚到钱的 但是农业部却没有告知有效期限跟如何标示 让他上网查了食药署的网站 也查不到进口蛋的标示规定 现在食药署要他将所有的巴西的洗选蛋都下架 还称回收蛋可以重新标示 在对外贩售根本是不敷成本 他也强调说自己真的很委屈 如果再乱开罚的话 他将无法接受 也会找律师提告 更爆料说他经手的这一批巴西蛋 并非全部都有涂腊 有的有涂 有的没有涂 没涂腊的表面光滑 有涂腊的表面有厚厚的一层 凭他40多年的卖蛋经验 其实不难辨别 似乎就是在揭穿农业部的谎言 对此农业部也原本表示 只是带转涂万财的声明 昨天晚间他们也发新闻考坦诚 前天其实是有跟业者了解处理方式 要尽速对外说明 农业部更强调说 这批鸡蛋有效期限标示错误 并不会让厂商说谎 也不会让厂商背黑锅 一切都会依法处理 不过图万财的爆料 也让外界直呼根本是黑道大哥出事 却找小弟顶罪 农业部说巴西蛋之所以能保存四个月 是因为有涂腊处理 又被图万财踢爆说并非如此 如今沉急重的回应 没有说明清楚说 为何会选择超私 这一家资本额50万的一人公司 让不少民众都痛批说 陈吉仲要下台负责 而且在野党更是炮火满点 今天早上罗志强是再度到北柬告发之外 台北市议员游时会也指出说 他用葡萄牙文查了一篇 报导巴西出口鸡蛋的处理流程跟经验 里面提到说巴西出口的蛋 经过清洗杀菌跟冷链运送 鸡蛋的保存期限应该是90天 为什么迈到台湾就变120天 农业部声称涂腊包膜 但卫生局检验却说没有 究竟是谁在说谎 痛批农业部的行径就像是黑到作风 徐晓星也认为说陈吉仲根本就是击倒 应该辞去部长改去当导演比较适合 更直呼农业部针对蛋品的保存期限 没有相关的SOP也非常的不完善 如今立法院也进入到最后一个会期 蓝白的党团也举出近期惹议的超司鸡蛋争议 要求行政院长陈建仁做专案报告 党团也协商下周五开议的时候 就会邀请陈建仁率同部会首长练习 同时进行专案报告并被执询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